早安 大家好 又到了周莫拉 即代表 Factorio 出了新影片 FFF 今次第 408 篇主题是 Statistic Improvements Linux Adventures 也就是统计资讯显示的改善 以及它们改善 Linux 版本的过程 在此他就问了 你们会不会都一样 像我们那样那么喜欢看生产的图表呢 第一部分就是说关于储电器的图表 这个图表在现在的版本里 当你由蒸汽发电变成太阳能发电 再加上储电器去存电的时候 图表就不会很清楚显示 到底你所有的电量 足不足以应付你到夜晚的电量 在现在的情况之下 通常可以做的就是等到夜晚 看看会不会可以捱过得到夜晚 然后再决定需不需要多起太阳能板 又或者储电器 如果可以将储电器的电量 和生产电力的图表分拆起来 就可以更加有效地看到 到底我们的太阳能板 加上储电器的这个组合 足不足以应付我们到夜晚的 在下面这幅图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了 在早上的时候 它的太阳能板发动的时候 它是有足够的电力 甚至乎可以储满的 但去到夜晚的时候 就是你看到这条线一路向下 去到这里 还有大概6.8左右而已 但是6.8和0都还有一段距离 换句话说 就是它现在的储电器 就已经足以应付它整个工厂夜晚的电力了 在这个情况之下就没有需要再加电 但如果你想再扩展的话 就必须再加太阳能板和储电器了 在这里他就说 为什么这件事去到Space H会那么重要呢 主要就是因为Fugura里面 你每一晚所生产的电力 其实就没有在原先的星球的太阳能板那么稳定 因为闪电的频率就不容易预测得到 所以这个数据就变得非常之重要了 下部份就与科技包的资讯有关 在现时的版本里面 我们只可以看到科技包的生产和消耗 但如果你在研究所里面放入了产能组件的话 你没办法实质知道 你现在研发的速度 所以他们就在资讯位这里 加入了一个叫做Science科技的分类 这个分类就以分数的方式去显示 就告诉你实质上你现在所消耗的科技包 会给到多少研发的进度给你 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每一个不同的星球 又或者太空平台上 都要显示到他们自己独立的资讯 在一开始他们测试的时候 工厂又或者其他设施 都仍是一个限在同一个星球里面 所以当时就没必要独立显示每一个地区 直到他们开始整个太空平台 甚至乎去到其他星球之内 那时就变得很明显 他们需要每一个地区都有方法 可以独立显示里面的生产量和消耗量 而且每一个地区所生产的东西 其实某程度上都是非常独立 例如你会想知道 太空平台上的燃料和子弹的生产量够不够呢 又或者可能在Fugura里面 它的电力生产量够不够呢 如果所有东西都归纳在一起的话 原本那个资讯显示的界面就变得非常无用了 所以他们在这个生产消耗的资讯界面里面 然后加入了一个选项 踢了它之后就会显示 它旁边也多了一个分类 就是与品质相关的分类 你可以直接在这里就显示 某些指定品质的建筑物 到底他们在生产或者消耗多少资源 然后剩下的部分 都是与他们制作Linux版本的Factorio 相关的资讯 由于我自己不用Linux 而且我亦都对他很多专业的术主是不清楚 所以在这里只会很简单地概括了他所说的内容 首先他就说 其实有很多游戏都会有不同的玩家 问为什么这个游戏不支援Mac 不支援Linux 这些不同的作业系统呢 最简单的原因就是因为 你想将一个程式 支援到Windows 又可以支援到Mac 和Linux 其实不是纯粹在文章里面 将它的兼容性改一个字就完成了 很多时候都是需要大改码一些 而且也有时候会在某一个平台之上才会出现的 不在其他平台里面就不会出现的 所以其实制作起来就不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但是至于为什么Factorio 会有Mac和Linux这两个支援呢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内部他们的工作人员 分别会只是用Mac 又或者只是用Linux 而他们都很想 令到在他们自己平时用的平台里面 玩到Factorio 所以才会有一个比较叫自发性的计划 令到Factorio 同时支援这三个电脑上的平台 接着他就说 由于现在Linux 绝大部分的显示制式 都由以往的X11 转为Waylan 所以他已经在1.1.77 版本里面 令到Factorio 支援Waylan 的显示方式 这样就令到以后再新的Linux 版本也好 你不需要再安装X11 才可以运行到Factorio 在下面就有一幅图 左边就是X11的显示方式 右边就是Waylan的显示方式 这两幅图都是把原本的图片放大了125% 然后由系统自己生成的介面出来的 你可以看到用X11是比较模糊的 而用Waylan 的确是比较清晰的 在这里你可以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对比 然后下一部分就是在不知何时开始 Norm 决定了开发人员如果没有为程式 给一个名字 上面这里显示不到名字的话 那个应用程式就直接不会运行 这件事作者觉得是一件非常烦的事 也不明白为什么必须要这样做 不可以跟回应用程式的名字就算了 怎样都好 这个问题现在就已经修正了了 另一个他现在面对的问题 就是Linux 版本里面 调整视窗大小所出现的问题 在这里我就将会play一条片给大家看 但如果你有癫眼症 又或者有急性光过敏的前科 现在先不要看这条片 因为这条片会闪得非常厉害 所以你们直接找一个timestamp 跳过去下一部分就算了 不要看这条片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 它示范在这里将画面调整大小的时候 Lectorial 会不停地闪闪 这个问题的来源就是因为 它在用Sway的Window Manager 去生成这个视窗出来 但当Sway 和Waylan 一起使用的时候 就有这个问题 暂时它未找到解决的方法 然后下一部分就是Dynamically Linked Libraries 这个我是完全不明白 依我看得明白的飞述语来说 就是有三种不同的连续 而那三种里面 其中Dynamic 和Static 就有一点双容性的问题 导致当它们想移除X11 和Pulse Audio 的时候 换了一个新的制式 Waylan 和Pipewire 的时候 就导致一大堆双容性的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作者将原先需要的部分 重新编写 然后移除了12万多条的编码 然后让游戏不再依赖X11 也不再依赖Pulse Audio 这两个方式去运行 现在在Linux 上 就会完全使用Waylan 和Pipewire 这两个东西去运行 Factorial 然后最后就是复制贴照的问题 这个问题就在2017年 有人回报 当蓝图过大的时候 在Linux 版本的Factorial 就没办法将它那条代码复制 然后贴照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当年它们就利用了X11的剪贴补功能 去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因为刚才那里已经说过 它们弃用了X11 所以最后它们就决定了 将原本X11那堆代码 把它转化成为一个新版本 都可以支援 就令玩家不需要刻意 再下转一个X11双容性 才可以在Linux 里面玩到Factorial 去到最后 就是Asynchronized Saving 即是非同步的储存 亦都在游戏里面叫做Non-Blocking Saving 这个系统其实就在Windows 里面已经有了 Mac 和Linux 其实都支援 但是一直都有些问题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记忆体消耗太大了 所以它就希望现在已经在用Linux 或者Mac 的玩家 可以踊跃使用这个功能 然后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 就将问题回报给它们 它们可以收集多些不同的资讯之后 希望可以在2.0 推出之前 就解决了绝大部分的问题 在这里它也有解释到 到底Asynchronized Saving 的运作原理是怎样的 这个做法就是当你的游戏 去到需要储存的时候 游戏就会再自动生成一个 一模一样的版本出来 在系统背后里面运行 游戏就会根据额外生成出来的游戏进行储存 当它储存完之后就会自动生成一个游戏 你也可以理解到 为什么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 会消耗额外的资源 以上就是第408篇 FFF 的内容 如果有兴趣一起吹嘴的话 就可以加入我们的Telegram 又或者Discord 如果喜欢这一类型的影片 就记得给个like我和subscribe我的频道 好了,就这样吧,拜拜!